The Chiang Kai-shek College held its 2024 grade school graduation ceremony. 菲律宾中正学院举行2024年小学毕业典礼。 菲律宾中正学院 26年级6个班,共233位毕业生有序步入典礼现场。 董事会副财政曾国祥、蔡征永副校长兼英文教务总主任、中英文部行政人员及小学部全体教师出席典礼。 全体毕业生身着校服,在老师和父母的陪伴与见证下,共复这场特别的成长仪式。 毕业典礼由许静雯老师与卡尼尔吴老师主持。 在庄年的国歌声中,2023至2024年度中正学院小学部毕业典礼正式起目。 蔡征永副校长只欢迎词,并正中宣布小学部233位毕业生正式毕业。 同学们一一上台,由蔡副校长颁发毕业证书、奖状及奖牌并合影留念。 为了鼓励学生们在求学路上不断追求卓越,中正学院不仅为学生们颁发了学业荣誉奖、综合领域奖和最佳领域奖等, 还颁发了领域杰出表现奖奖状及奖金。 该奖项授予在学术、体育、艺术及其他全国及国际竞赛中取得优异长技的毕业生。 随后,李静灵同学代表六年级全体毕业生致谢词, 他感谢老师们的尊尊教导,也感恩父母的养育与教导之恩。 接下来,由王旭生同学带领所有毕业生宣读诗词。 最后,毕业生们用歌声和校园生活短片正式与小学生活告别。 毕业典礼在全体齐唱校歌之后,完美落幕。 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